问题就是在于 其实我们那些比较可惜的情况下 那第一有新人上来 但是很遗憾就是 很多新人他其实没法跟老人 就很好的 应该叫有效地去关闯 然后到最后就把你吓了 然后新人就失意了 那个时候就走了嘛 然后那个时候给我们 我们看到整个效果就是 当年我们19年的春季赛 比一时直接季后代都没进的 就是一个魔盒不好之后 或者说一个原本队伍内 因为凯特跟吉林很像了 就是在于他是承担了队伍里 绝大部分指挥的 对 一个大脑的存在 对的 那这种情况下 大学来了 还不错 对 这种磨合的还不错 这也是我们会觉得 他给自己留下了这个高光 然后包括我们看到这次的 这个平台训练赛上面 AG也是保留了大帅和轩染 然后再带上三个 对吧 新面孔黑衣人 我们来进行一个新的尝试 哈哈 我们来看一下吧 来到双方第一小女赛 蓝色方AG 红色方广州TTG 搬日还依旧很快 嗯 搬的是非常快 鲁克达是跟张飞搬了 啊 TTG里面选择把大乔跟大思命搬了 那这方面 你说选啥呢 拿朵莉亚还是不拿呢 没考虑 可以拿 有有的队伍是不打 然后还手去打你 然后有的队伍会选择一拿 这得看队伍 这让对面直接把亚连 对吧 亚连加凯拿了 这大概就是亚连加凯 你不能放给右边一个 是的 哦 不拿 先拿个桑奇 也这样的表 多的是用 会用桑奇去对抗朵莉亚 但是这样的话 你亚连拿不大 你亚连搭子一遍给他吗 其实亚连 其实我现在反而觉得是搭朵莉亚 但是最强的反应 哦 凯拿了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AG 可能跟他们 就是像之前 忠悠老师在的时候 练得有关 他们其实蛮喜欢搭夏侯的 对 所以说亚连 我说就是亚连强不强 不把它拿掉吗 如果不拿亚连的话 其实亚连 你说可能给凯 凯加凯莉亚 可能更多是节奏上 包括顺逢的压制性 比较恐怖 但是你在军事的情况下 亚连配到凯莉亚 一个团战效果 那个是军事 或者说在后期 效果非常爆炸 对 然后他再把公孙林一拿 防止你去限制 我的一个亚连 亚连不好去干扰输出 亚连打不了这种 太灵活的射手 对 很容易被拉扯的像一个GG 好 看一下三楼啊 TGG 这种拿了个海叶 就把这枕头固定住 简单一点 就是可以把你带走嘛 尤其是带走亚连 像本来刚刚才讲了 亚连在后期团战当中 配上索莉亚 其实是有一定的 打对面这种 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 非常优势的作用 但是我把海远拿了的话 我可以打团的时候 先把你亚连拿走 这样的话你团战少了 我少了 我这边少了一个什么 我这边少了一个 本身其实就没有 那么大作用的海远 但你那边少了一个 团战利息亚连 就是干扰后排的嘛 这样的话 其实相当于 变相的是保固了 嗯 网络静干将啊 抢楼线的给搬了 没啥问题 这样的话 自己要拿什么呢 在这个四楼 出一个射手 还是先拿对抗路 敖人界被搬 嗯 说实话蛮多射手的 看他桑琪 像桑琪比较好配的 如果你配个戈亚 其实也是能打对面的阵容 戈亚没有那么怕压连 对 其实戈亚自身一个二技能 加上他的 一技能喷 包括对线 还有主要还有对线的一个强度 是压着攻速力打的 对吧 那是可以的 看着经典的 叠方对决 对吧 你只要敢选攻速力 我对面是出的戈亚 你 嗯 但是他选择了苏尔香 呃 戴个位移有操作嘛 这是封销自己也喜欢用的英雄 哎 我因为忘记不了有场比赛 他五级去支援篮区 然后那把就截斗银压了 嗯 大家比较灵活 而且这一套 我感觉TDG 他在前三楼打完了以后 就注定了 他是一套 要一直打优势推进的这种 是 他就不像是之前 我们说到那种 你把亚连拆过来 然后你可能去弥补一些 你自己的这种 就是因为他桑琪拿 你想想对面是先处的多利亚 其实不可能拿桑琪的 但你这种桑琪券 可能一抢对不对 对 你也没有拿亚连拳 像我们比较经典的 就比常规的BP 可能就是亚连加抬 先给你都拆了 对 感觉就把中路直接出个 我感觉他有点想拿一新呢 为啥 因为他 他的正容零控 对 他需要一些点控去帮他 那拿这个的话 就是单纯抢 抢线权进一区了 打压制 打压制了 因为我是感觉 这正容你看就一个凯 其实我也挺好留你的 然后 但是你零控我就关羽了呀 对呀 你这没控 而且你说这朵利亚 基本是把 就只能给亚连刷打 对 你前期可以给 其实对线的时候 是可以给公顺利刷二的 那个是很正常的 对 那个是对线 但对于团战 你前期强势 你后期团战 你肯定是亚连 而且一般朵利亚 在打到对线的时候 还会去撑一个续航嘛 但是因为T1号这种 他下路本身就是一个 所长相加桑琪的话 其实你稳限是不弱的 这个变证最后变到 后面是关开了 实话说 感觉AG的把 可能有点难 对 目前看阵容的话 是T1号 但是如果AG把 前期揪动屡数了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为他就是有足够的 他这个阵容是有能力 去把阵容 你昨天超YG的第一把 不也是 对 那阵容一看 感觉像拼凑起来 但是他就打出效果来了 而且打得还不错 81 就是个人 就个人能力 在前期不爆发 任何情况下 他们把阵容拉开 对 那这把AG可能 他如果要出节奏的话 一个是他自己线上 对线能力 都是能有一定线权的 那也意味着中路 就是他一些中立的小资源 其实AG都是能在前期控导的 而且他的跑突能力 会比T1号阵容更强一些 T1号阵容主要靠关羽 来做这个点 他这个阵容 前中期的选择性 有很多吧 就成的A常会 因为他这个阵容 确实都能跑起来 可能唯一要小心的 就是关羽 翻一铺市线 我们见过太多关羽放线了 对 其实主要注意好 那个点其实他的下面血压力 是非常足的 对 因为海月实话说 在没有装备之前 他确实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AG这边 前期如果节奏率不顺 一定是桑起 或者桑起跟关羽 两个人发力 给你在转线上 起了一点干扰吧 对 因为桑起的前期 作战能力是太强了 看一下第一波对线 他们的一个分配 蓝色方 成都游戏会 红色方 广州TTG 我是解说一选 我是GG 我是戏法 都是一个正常开线 哦 但是看到 翻翻这边的话呢 是直接到下半图看一下 有没有办法先去打一下公司的状态 见面直接一个一闪 这是桑起金里面看 先从草边草过去 对 但是公司里应该是有过感觉的 就知道你可能会编路 有人来 所以躲利亚基线去现协防了一波 对 正常期限的话 沈梦西 这个开极堡抢的 有点厉害的 我有这个 你上来回头踩脚 感觉亚连有点危险 但沈梦西过来了 帮助他一下 这波关于极堡是开过了 中计了 但是极堡开过了 二级能也交了 他是踩了一脚 说他这关于推线确实 有戏 有戏 确实有 开极堡抢先 而且先到二级 而且他是把亚连的血线还压 压得很低 但是 我有中线的沈梦西 我有中线 这什么系跑了 其实大概地图消失了 得有七八秒 他就觉得他死不掉 他这也确实没什么折 因为确实对面有中线的一个权 你关于如果开局这么选的话 你只能拼了 如果你不拼的话 就没必要这么打 你直接 清后线也可以 是比较稳妥的一个 但是可能想着先上来 不能被你压制 两个下马围 对对对 真下马了 这关于 可不能玩得像西法一样 我怎么了 我关于还可以的 我也就这个能拿得出手的了 就是太锋芒毕露了我的意思 你懂吗 容易被针对 容易被针对 而且AJ的中上确实沟通也会比较紧密一点 不是就是我是感觉他好像不知道沈梦西不见了一样 他踩那一脚我感觉就是感觉 他其实抢线细节什么都可以 他踩一脚如果沈梦西没来也OK 但是沈梦西消失那么久的话 他那脚就没掉 对那一脚因为他二技能 前进没有起到 就一个二技能保密 对啊 你就那一个二技能躲那么一下 你还没躲了 但是他其实对关于来说前进死一次还好 因为 现实了 现实了 我之前玩关于的时候现上也会这样经常被单杀 太疯狂毕露了 对疯狂毕露了 他给我戴上了墨镜 帮我照着他的眼了 属实在爱了眼了 不过这个开局对于AG来说是非常顺的 本身他们就是各线都比较灵活有限权的英雄 他选什么西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前进去抢尽动 对他们灵控 但是其实压制性很强 对 是吧 他们也不能说纯正的灵控吧 毕竟我团战当中有个梦奇的大空 你看上路 又在火拼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关于是打不过压力 不好的 对开局的时候 我觉得他肯定是赚了细节的 赚了很多伤害的 你看那个血量就知道 关于基本是买取亚联已经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这就是拉扯的魅力 我四条腿的肯定比你两条腿的跑得快 但是亚联一个亚联还好 亚联也还好 关于也还得接受 这波是想放线 但又不像 海悦是已经有大招了 但是找不到太好的机会 他这么来 还是回来回强中 中路想溜人啊 关于直接推 推到了 还顶回来了 顶到塔下连环顶 有大 带回家 难走啊再拽一刀就行了 哎呀啊 小人倒了 亚联过来能不能收 亚联应该是随便 都减速了关于没急跑 再追一下打招 再一下 但是自己对面来包了怎么办 这个位置 有啊 也没什么问题 走不了吧 哎 走得了吗 哦 没有办法 没结束了可惜 来着闪 一会儿交 跟不交 交一下吧 因为确实你说实话 嗯 就是还是要挣扎一下的 就是别人过来打你的时候 对你把蹬个腿吗 你有道理 有道理 万一我跑了不就天秀吗 死了其实也还好 一换一 兄弟们我不亏对吧 平时都这么安慰自己的吗 不是平时这么安慰队友 其实我还好 对吧 这一次的节奏打回来 也是看到仙宇的这个关羽啊 就是跑图 通过跑图做到这件事情 这也是我们BP时候说的 TG前期其实就是看关羽 他与方线支援是很不讲道理的 而且他会打乱常规节奏 突然就拿下 小时那个回放给的时候 孟琪大已经没亮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交了 还是被断了 应该是可能被断了 有可能是交大的一瞬间 被关羽顶下来了 那个霸体没了之后 关羽一个推过来了 对 因为他只有 因为孟琪只有起手 启动的一样 启动的一下 孟琪是你玩的真多 我记得 我是国父孟琪 谢谢 不是 我知道 我说我记得黄灭流的时候 你好 还是打比赛 那个时候 对 还解说过 就是孟琪高盖版的时候 对对对 我再还在打比赛 而先看一下这一步 好强 一闪拍 不得空之后 直接抢 关羽再绕再推 三线 有闪 压连那边 已经切进去了 但是杀差一点 不够 哎呀 闪现有点伏笔了 关羽过来 顶一脚再踩一下 西方 这啥 你说上部交的这不多可惜啊 但只不过他还会跟队友说 不亏 一次上线交散了 哈哈哈哈 就是你死可以总得拽点啥 为下一波做铺垫 没有 只有全球队 为队友做铺垫 要不然队友会压力的压力的 为嘴硬做铺垫 墨镜一带是吧 如果说是吧 倒了之后发现 魂上都是软的 只有嘴是硬的 努力啊 感觉有点危险 你这没闪 为什么 有点凶了 有点调皮了 这不是有点调皮了 那这样 tg其实围绕下半图 就可以图一座塔 嗯 风霄的发育 还是比较不错的 哇 又是个肉梦棋啊 我的妈 肉梦棋 感觉这把的话 也还可以吧 也还行 能做 如果能做个冰痕的话 恶心恶心关羽也还行 对家里本身也没什么 起买 应该是先出一个 摩世是比较好的 摩世加冰痕 可能然后再配一个苍穹 其实这也是 比较经典的 半肉梦棋嘛 对半肉梦棋 有能坑的 来了 啊 你护盾再用 我来烫你 上半图 哎呦 我用这一刀 差一点点可惜 可惜了 短了那么一厘米 这波感觉应该是 渲染利用自己的闪现 去躲了一下海域 那个大招啊 哎 这 是的 想抢没抢到 应该继续抢中吧 这下音没了公司里其实 发育起来挺难受的 他不敢哦 他真敢 这不隐藏 直接去抢提前线了 因为中线有线权 所以他敢直接上路 对了 他也没有那么怕你 哎呦来了 来了撞到 找到了 刷上箱 你敢受就敢留 刷了个大招 嗯 家里唯一的控制 什么意思啊 还是他好留的 关羽到了 过去带撞起这个雨伞 能再留吗 三个 这个位置 要踢皮球了 一脚收到人头 二零击破 哇 这个关羽和桑琪的配合 是非常不错的 这凯悦哎呀 小心断了 被骰天躲掉 没事 卡位置拍一下 这么前面说的 这种零控 没人补控 也没人补留人 其实 真打起团来 真的很吃亏 靠蒙奇啊 呃 确实是靠蒙奇留人了 确实杀了 但是你看这倒立 就非常像无所谓啊 因为技能开销的 这个位置主要还是 自己包的太好了 对 他这个位置 是凯在一边 海悦在一边 桑琪拍三个正面 关羽在绕后 绕得也好 对 四个方向 四面 这埋伏 你这真的跑不了的 嗯 幸好亚连手里有个大招 是吧 他他知道 因为地面是已经跑不了的 只能从空中走 所以他要走了 对不对 有理 说实话 真的蛮有道理 对啊 我品了一下 确实有道理 对我只恨自己不会飞啊 会飞早就飞走了 嗯 不过接下来带来的影响 就是ag现在暴中的话 真是大男里头 个子飞啊 是啊 现在其实还好 两边能打都能打 因为基地其实没拉开 两边打的其实是 虽然你看打的这么 很激烈 对 但基地其实没拉开 一直在打电啊 其实 只不过就在暴中的这个节奏上面 ag会落后一点 对 因为他要去轻自己的一个双边线 对面关羽现在带起来会比较自由 没人能够关 现在的关羽 压力拿他没办法 不像开 开始我们说可能前四分钟 赶跑就得出事 嗯 现在关羽带完线 直接过来这么支援就行了 其实对面 首先就一个B的弯 他开不了 嗯 就一直 你看多急啊 哎呦 侧面 孟奇开起来但是看这不这感觉 只能靠消耗去压制 对的 你看什么系的压制 但是桑奇有个回血 嗯 能回慢慢回 对 你在压制的一瞬间得去打一波 突进 然后看能不能这边开起来 哎 这一波压连的位置是不错的 这个龙 啊 提及是 刘毅 因为想让他抢没好 那凯就直接走过来 关羽又来了 推到 找孟奇 一起让桑奇再拍了一下 孟奇倒在里面了 其实这波是不是有点不应该啊 关羽就是传送到下路 都知道在下了 然后 被绕 又被绕了一波 这个随之带来的就是自己的下二和中一应该都要掉 嗯 就是TDG的一波大节奏 TDG其实今天一上来 他们的这个上路和游走嘛 对吧 就是仙宇和翻番的一个配合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几次了这个画面 这样的话其实正面完全已经达不了了 阵容本来就零空 你要靠伤害去压制 你现在被打了出来的话 你很难受 主要现在如果 对 你说的这个是 现在AG的一个现状嘛 对 而且现在阵容 你还首先第一点 你还没有什么手加能力 你手加能力也不是很好 哎呦发现 主要是你像刚才那波把松上香切了 但其实关羽这时候装备切你后排是足够的 现在还没有到需要围绕松上香去发力打伤害的时候 对 关羽已经够了 对关羽其实就劈不动两个吧 一个孟琪 一个那个亚连 对 但是他踢 他劈孟琪就跟踢皮球一样 孟琪是没有什么反抗能力的 对你盾交不出来的 或者说你盾 因为没有地方普攻 就是你能交 但你也只会被来回推 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威胁 两波都是嘛 对 对你亚连我关羽是不用管你的 你切副四五加c海运会拉你 剩下的三个人其实关羽随便拿的 嗯又在绕 关羽在侧面给压力 已经大叔撞进去了 撞到两个亚连也是大叔被留意来了 关羽过来踩了一脚 再去推一下 推到两个回头再踢一刀 孟琪很想反抗 但是有点难啊被连续的空 快去找 关羽已经马克白全接了 再去找一个另一个什么鞋 一滴一血 普攻被闪天躲了 他想走 但是沈默西可以回去补状态了 这么突然这个五楼的卡特会给的非常好 真舒服 这五楼卡特会选的是真舒服 有点像昨天五楼的那个大私命的那个感觉 就选出来就无敌 对因为对面刚不说了嘛 没控制 没控制又好发挥 但现在不就是关羽吗 嗯 你又脆又没空 是 孟琪灵灵活 但是你别被他逮一脚 逮了一脚就快死了 刚才那不准的画面 一脚皮也就半个人没了 我觉得孟琪灵是什么 孟琪灵是一个 他是可以依赖自己操作 打谁都行的应用 对 对 对但是他自身又不能犯失误 因为他容错率比较低 他自身身板比较脆 对吧 所以像我玩公司里的时候 一般选择法修流 哎 我也是 因为我公司里玩的比较少 对我公司里玩的不好 就玩的不好 法修流就好像是在什么 你技能数据交错了没关系 不会死 我可以哪里亮了点哪里 对 甚至可以就看到谁点谁嘛 对容错率比较高 压力不大 用装备来提高自己的上限 不 他这样的 当你选择了稳定下限的时候 你的上限必然提高不了 哦 因为应该说 当你知道你自己没法突破上限的时候 只能选择保下限 这么好听 这么说话好听 可以 是吧 是吧 这像解决说出来的话 对对对 这是专业的 专业的 就总不都说因为自己菜 就不选择那个 真不是 只是不想 真是因为自己菜才不做输出 是的 是的 来了 但你看这就是有个问题 我拉走了之后你的一二没了 那你在接下来的技能cd里面 其实你是没有任何输出空间 你不敢上去 A人 又来了 现在压力很大的 有这么几点 一个是经济查 还有就是对面有海悦这个点 海悦在打射方 就是带刀侍卫的感觉 就 现在海悦他不一定要提前开 你谁转进来 其实 你被带走也容易 对优势的海悦是这样的选择嘛 选择题 哦 我也有凯官 这就是凯官 还有桑琪 哎呀 桑琪拍三个 凯直接逼通 关羽也来一下 二技能是吧 对 进去再控三个 刚刚凯那个二技能 配合到桑琪打的低点控哦 真夸张 主要还是桑琪 是桑琪关键 可以选择点水晶 让我们恭喜广州 TTG拿下了第一小局比赛的胜利 哇 这个今天 我觉得 他们打穿出小技能combo 三波嘛 关羽加桑琪 对 然后最后一波刚刚你说到这个凯官加桑琪 啊 其实相当于三次的小节奏小开团 帮助TTG把这个胜利去定住 对 因为其实凯官这个组合在我们之前是很流行的 可能这个赛季 在KPL脸色里面搭建的比较少 可能有点淡化了 为什么淡化了 是因为关羽实在是 有点 当时那么好的一个环境了 那么 但是你看到在特定的这种情况下 尤其是对面没什么控制的情况下 凯官的一个威力 虽然这把凯官 凯这个点在前期没有发力 发力的是 这个桑琪配合关羽 对 但最后一波的时候 告诉了我们其实顺风情况下 哎 其实还好 顺得那么顺的情况下谁都行 其实看 这个凯官也不要 像下风一样的 对 但是凯的优势在于 他抢了张龙 对 哈哈哈 抢龙那个说啥 谁谁来也都行 因为但是 那波孟奇没成绩 但是刚刚我看到的印象 好像凯是交了个一技能抢的 啊 有也有可能吧 就是抢那个孟奇没成绩关羽下路上那波是吧 对 那关羽不是下路绕了 关羽是清完上线清下线 很忙的关羽 但是他确实是怎么说呢 也怪 他能从那个位置出来 其实ag是知道你传到我那个下路去 传到下路就是关羽很忙 关羽其实眼里只有线 他都不算绕后 他只是说刚好清完线那个线到那 他说对哎 就只能说这有时间吧 就像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遇到了一个合适的人 是吧 对是吧 一雪 翻翻一下子遇到三个 哈哈好几波是吧 翻翻遇到好几波对 他那个桑齐一闪 我们看到了两次吧 对吧 都是拍到三个都是关 拍的是真好 对 这完成个夏侯的感觉 嗯 小夏侯吗 本来就当时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和桑齐配夏侯 对对对 昨天也见到了 对前期的一个作战能力大炮给小拍 对 但是夏侯的那个一大呀 桑齐小啊 但他那个闪调位置三个 但是夏侯的一型的赛可没有桑齐高啊 那确实 这就是那个桑齐经典出装 嗯 破解人秘密法啊 直学啊 他还要做个看起来像孟严 要么今生 要么孟严 要么冰壤 只有这三个 反正没做出来吗 没做出来 啊 这把关羽的输出也会打得很高啊 百分之23.8 可定他 他中心输出器比孙上全高 孙上只来回拉扯点点前排 打的输出 关羽就属于打团就 就是他的输出基本是 每一刀就是每个输出都打来碎皮身上的嘛 关羽的伤害 其实是场均16到18左右是最合适的 因为20以上 其实说明关羽是800c 是的 关羽没有那么多时间打伤害 是的 基本就打团的时候打的伤害 因为你兑现的时候想批小小刀什么的 其实那个伤害并不高嘛 然后